那看到这是下课十分钟 但是呢这借书的队伍却是大牌长龙的话 学生难免就会万而却步 新竹县教育局在县内有四十校的图书馆呢 导入了自助的借还书系统 可以改善人力处理速度过慢的缺点 同时也增进了书籍的流通率 让学生们能够尽情的长阳书海拓展视野 拿学生证点选荧幕 扫书籍条码 不到三分钟就能简单方便借还书 教育局在这学年度 将校内四十校图书馆 导入自助借还书系统 全县已有三分之一的校园开始使用 感谢教育局补助经费 让我们添购这一套图书馆自动借还书系统 那它大大提升了借还书的效率 那也让图书馆往科技化更迈进了一大步 以前呢我们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 是要靠人力来借书的 有了这台机器后我就可以不用估计说 如果没有图书馆的志工或者是老师在这边的话 我都可以随时随地来这边借书 新丰国中三年前整修图书馆完工 舒适的环境让学生养成长阳书海的习惯 但之前用一般电脑借还书 手续复杂容易出错 且要老师志工一对一服务 排队太久就会降低借书意愿 全新系统自己就能完成借还书 减少人力增加流通 让学生乐在求知 尤其部分上下学生家境不允许买书来看 泡在借月书堆中 一周可借二十多本 我比较喜欢借物理跟化学类类的书 因为以后如果的话 我为了想要当科学家 大概三年级我就对一本漫画 就开始有对科学的憧憬 就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热血 因为家里没有收集书籍 所以只能到学校或是相立图书馆 去借月书 国中跟高中都会写作文 可能这样的作文可以进步一点 校方自编课程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才会心得磨练文笔 加上肯定学习专注力的提升 也让新丰国中代表全县 参加教育部阅读盘石奖 要将阅读文化推广 打开孩子的视野